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莉莉和小树蛙被分配到制作道具的工作 我也好想要演戏哦 哈利之星可是我最近最喜欢的电影系列呢 我也是 但是我们抽到的是道具组 好讨厌哦 嘿嘿 我可不这么想 我们可以在不影响剧情的情况下 用自己的创意把道具做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啊 我要来做一个像彩虹颜色的魔法披风 不过 我们要做得出来 你们看 披风要剪出一个正正的三角形 感觉好难哦 没画好的画会剪得歪七扭八 而且 我们还要剪好多其他图形哦 小树啊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啊 这个是三角板哦 它很适合用来画图形的角哦 对耶 要画出好看的图形 我们可以使用三角板来帮忙画出图形的角 不过 三角板要怎么使用啊 我们先来试试看描出三角板的这个地方 我描好了 我也是 不过 为什么感觉我们三个画出来的都不太一样啊 我们三个人描出来的角 虽然看起来不太一样 但都是用三角板的这个角描下来的 用三角板描角时 边的长度 画多长 画出的角 大小都会是一样的 我懂 我懂 毕竟我们刚刚描的都是同一个角 不过 如果我们把三角板摆向不同方向 我们画出来的角开口方向都不一样 开口方向不同 角的大小还会维持一样吗 角开口的方向不相同 也不会影响角的大小哦 那我们现在来继续把剩下的两个角描出来吧 画完了 这样我们就有三个不一样的角了 有没有发现呢 每个角都有两条直线 也就是它们的两个边 和一个尖尖的地方 也就是顶点 也就是说 一个角是由两条直线的边 和一个顶点组合而成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工吧 我们需要做的图形 目前有这些 那狐狸猫来做有角的图形 我和小树蛙来做没有角的图形 小朋友请你帮忙 狐狸猫观察看看 下面哪些图形有角呢 答案为图一 二 三 都有角 我来看看喔 三九星 长方形和箭头这三个都有角 所以是我要负责的 没错 还有其他的吗 我还是要做月亮 不对喔 狐狸猫你看喔 月亮有两个尖尖的地方 但因为它们的两边不是直线 如果边不是直线就不构成角了 狸猫说的没错 角的两边都要是直线 所以月亮 圆形和桥形的图案都没有角 就是我和狸猫负责的喔 原来如此 连做道具都是这么讲究啊 没错 把角的观念搞清楚 才能做出更精致的道具 增加比赛获胜的机会 要做的道具还很多呢 伙伴们一起为了班级荣耀加油吧 好 小朋友们 相信你们更认识角了吧 我们最后来复习一下 角有哪些重要观念吧 一 角的开口方向不影响角的大小 二 角的边长长段不影响角的大小 三 角有两条边及一个定点 而且角的两条边一定要是直线 开口方向不客气 三 角不甜 抽 四 角古锅 不小心 第二 Bog 无理授 我们可以见到